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四种形式的政府资料在过去两个月之中是消失的 所以也归结出了三个问题是 因为它消失了所以我不知道哪些资料会消失 以及如果它消失我去跟政府要的时候会受到被扶持之数 以及就算我拿到资料了 但政府如果国运高调的时候我应该把它摆到什么地方 所以总结起来我们今天讨论用了这样子的方式 归结出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第一个部分是社群民间也就是在我们 就是姑且可以称之为是居领域的我们 那我们目前已经在做的事情是针对一些关键的部会 目前锁定的是五院和经纪部来扒资料 扒资料的方式大概是就是伟大的用力弄出来的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目前经纪部好像行政院已经跟我们扒完了 但是光靠我们扒资料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做的事情是想要针对 可能会移动的资料来需要有一个需求回报机制 也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机制可以让政府里面的内线来告诉我们 就是你辛辛苦苦揍了你包包被撒架了 你偷偷说我们家我们帮你把它抓下来 然后不会告诉老板是你做的 但资料本身是乱的 所以在下一个阶段是有一些政府的架构 应该每个政府的网站架构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回报机制可以来让想要来参与的人 告诉我们就是你想要抓到的这个政府的网站 他的家属是什么样子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后续的分析 这是在社区民间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除了民间可以做的外 第二个部分是立法部分 那我们知道立法部分指的是立法部门 他可以做的除了修法以外还有推动行政部门 所谓的修法法源 今天我们要讨论到在台湾其实有四个法律 是可能会跟两个既有的法律和一个资讯基本法是 Join通过的而且曾经一读过 还有政府资讯开放法是目前正在倡议中 等于是未来可能会有四个法律 它会跟这个案件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的期望是可以借由目前在爬资料与资料分析过程中 来找到可以提供给立法部门合适的修法或立法方向的一些建议 以及包含立法部门在推动行政部门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今天很幸运的可以跟某一个立法委员的助理 就是敲顶的大概8月底的时候会召发周团会 但因为召发周团会是件很公开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也征求愿意来电视机前面亮相的人 那最后一个是行政部 就是在让资料不消失行政部门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解决出第一个是在早上时有提到的业务单位的部分 就像魏福部这样子的范例 但是要怎么样让魏福部这样子的良好范例 可以继续在其他的单位继续发生下去 我们目前还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是还有个范例是英国政府做的事情 英国政府他们用了一个方式是会把 是定期的会记录 就是记录拷贝整个政府的资料 那这个方法如果要用这个方法成真 我们的想法是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救援 就是救援典体调的提案 那总括这样子的 那红色的就是标红色等于是我们觉得 大概现在和之后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总括来说 就是上半部比较像在座的事情是 去做资料的修正来强化我们的倡议过程 因为目前的倡议方式 虽然透过了既有的开放资料委员 但看起来实际不太理我们 所以但是在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回归帝制 那这是我们这一组的爱情经验的讨论节目 谢谢